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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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然不用了 当官的不都这样吗 看似万马奔腾 当大官的一马当仙 回头一看全是笑脸 像我们这种当校官的 往前一看 那可不全是马屁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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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下紧 那可不全是马屁嘛 那儿 这算是马屁嘛 旁白 刀炮加强军须 这道作报你们怎么看 奴才觉得 我朝现在红衣大炮够用 大张旗鼓的造炮惊动四方 后人会说我朝 迷废武力 是啊 在太祖的时候 我朝就已经能造明朝的红衣大炮了 何必再请洋人呐 来来来 你们坐 皇上 听朕给你们细细道来 这个洋人的火炮啊 可不是说造一尊就能使万年 他们也在不断地改造 由石心炮弹改成开花炮弹 有海上用的 有地上用的 有行军打仗的小炮 还有攻城掠地的巨炮 就算没有这份奏报 朕也已经让汤若望 去组织洋人 建立炮厂 至于说的惊扰四方 朕看来惊扰也无所谓 至少让他们学着老实 皇上圣灵 圣学渊博不是我们奴才能及的 这份高士奇的奏报 让奴才汗颜 梁九宫 奴才在 传朕的旨意 高士奇所奏有功 赏内庭供奉职 赏 赏发双奉 赏 皇上 您再看看这份吧 这读书人哪就晒说大话 花花肠子多 奴才知道学问浅 不敢多说话 可是这一道祭奠明皇陵 收复遗老之心 这奴才实在是不敢苟同 我大清的子孙 祭奠明皇陵 祭奠得着吗 圣旨到 高士奇领旨 奉天承运皇帝 赵曰 高士奇奏事有功 赏内庭供奉旨 赏詹师府陆氏 赏发双奉 赏内阁中书旨 御前行走 亲子 陈儿齐 领旨献恩 吾皇半岁万岁 万万岁 高相 高相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您一日七千 直达御前 有这样的好梦 也给老奴我多做做吧 我说的 我已经搞得了 特朗 我儿一日七千 你一日七千 你一日七千 今年今年X市大战 给高相贺喜 高相日后多照样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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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新晋 借锁府宝地 宴请诸位 明日散朝之后还请诸位赏光 倒喊设一句 上朝 小弟新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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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不党争 第二 不以言论家罪于人 第三呢 直讲制和 不谈朝政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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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字真言 一个字是赌 水到哪儿 就在哪儿高筑堤坝 严防死守 第二个字 郡就是疏通 历来黄河泥沙 时居其六 必须拓宽河道 以防淤塞 这才是治河之政法 政法者 天下无二业 皇上要是认我为河道总督 十年之内 必让黄河和清海雁 在下不敢沟通 羽王的法子已经几千年了 黄河的泥沙轻不盛情 而且加宽河道 只会减低河水流速 泥沙沉积更多 白白迷废国力 而毫无成效 难道你比羽王还聪明吗 那倒不敢 我认为 治下游不如治中游 治中游不如治上游 这是认清根本 而且治黄不能只针对黄河 还得同时涉及淮河和运河 主要是运河 一日不能断 如果再出现草粮 运不上去的情况 那是绝对不行的 正是如此 黄淮运是一体 要治必须同时下手 简简单单疏通 毫无用处 你老兄说的 从上游开始 我看下辈子才能见丞相 余大人 你这图是错的 什么 我和陈皇 从黄河中游到下游实地考察了一遍 重绘了一份 要根治黄河 那就要素本清源 首先要确定河道 好 在下是曹运总督慕天炎 金大人 您做河道总督 怎样才能最快地保证我河运畅通 运河水位一滴 我死的心都有了 穆大人 这第一件事情 就是堵塞黄河下游的缺口 疏通引导 黄河入海口一带 自中游至下游 重新改造入海口 你挖入海口 跟我运河有什么关系 青江浦乃是黄淮运的三河的交汇处 黄河的旱期 泥沙挡住淮河水进不了黄河 就没法支援运河 凡之招了汛起 入海口河道被堵 黄河水倒关 那你说重新改造入海口 跟你的运河有没有关系呢 这可是个救命的法子 你什么时候吧 需要我曹运出人出钱 你尽管开口 不成兄弟我亲自出劳工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那你也不用每年都准备上吊绳了 皇上 禁服陈皇的法子害国害民 要治我大清于万劫不复之地 臣此都不能同意 于大人 该说话说话 犯不着咒我大清啊 我活了半辈子 就没听说过 要给黄河制定河道的 那他岂不是成了龙王爷 这是奸人之言 好听不可信 臣请皇上致禁服陈皇的罪 于尊贾 你也不要激动 让人把话说完 陈皇啊 把制定河道的计划讲出来 是 皇上 要保证黄河长治久安 非得标本兼致不可 首先 在黄河上游流津之处 汴种煤柳 稳固铸土本 才能有望逐年降低泥沙含量 多长时间能见到成效啊 少则三十年 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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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 是 逐步收缩河道 使黄河水流速加快 在洪泽湖口 挖五条引河 引导湖水畅出清口 冲刷黄河泥沙 一旦汛期到来 河道侠窄水量湍积 如何顶得过 于大人莫怒 听我说完 我在河道上 修有碱水坝 碱水坝 是什么东西 用于汛期宣泄洪水 保护下游提防 请问一句 潜水坝之法 出自何出啊 乃是乾明的潘继逊所提 他是治河的大天才 可惜不能一展平生之志 若我来修的话 也只能大概过算银两 修完之后 再到户部消账 这么说 户部把钱给你 你先拿着玩 到了最后 你说多少就是多少 我正要说到这儿 如果我来治河 第一 所有合务官员由我挑选 第二 治河银两逐年波及 年底交账 不能一笔款一笔款的药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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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玩笑 陈皇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治河的官员 都由你来定 你是皇上啊 再说了 户部的银两 一年一波 你懂不懂朝廷的规矩啊 皇上 这是无父无君之业 他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 臣皇 这是你的意思呢 还是进府的意思 这是 皇上 历来河都两大难 一时用人难 河道官员不齐心 人品良有不齐 有的根本不懂治河 再有就是用钱呢 要是文书向户部申请 六部一来一去 再加上火号 等到了河道上 什么情形 那可难以预料 进府啊 你可是朝廷的官员 这要每个官员都像你这样 要朝廷还有什么用啊 治河如行军打仗 朝廷不支持 这仗是打不赢的 皇上 奴才写了八道奏书 请皇上预览 也请文书抄录了 在座的诸位人手一册 这仪下 就是上了八封奏书啊 皇上 臣狂请旨 将这八封奏书 向大家讲一遍 讲 这几个月 我和靖大人 一路追随河道而下 路上仿佛讨论了 历代治河的利弊得势 也请教了黄河两岸的 河公和老百姓 总之 要按皇上所说的 一定要一劳永逸 潘基逊所提的 筑堤漱水 以水攻沙 就是要从源头上 解决这个问题 堤沉则水河 水河则流迅 这样一来 兴沙不停 旧沙冲进 河道上才能真正地输军 我们这次观察河道 发现竟然有些堤坝 数十年冲轨之后 就未曾修复 简直耸人听闻 等一下 治水的根本在于治运 运河不通 南梁就不能北上 现在你们口口声声说 治黄治怀 压根儿不提治运的事 这不是缓不济急吗 这位大人让我讲完 天下水系以黄淮为主席 治黄淮就是治运 运河借的是黄淮之水 做事要从源头上做 这些年来 河道上最大的错误 就是只保运河 不管黄淮 反正淹死的也是老百姓 又不是自己 只要运河不出事 保住乌沙冒 管他百姓死多少呢 好了 不要乘口说之力 进府啊 还是你讲吧 这八道奏书 有五道 是关于治河工程 三道奏书 是关于保障的 五道奏书第一道 一 挑青江谱以下 立云地关 至海口一带 河山之土 以住两岸之地 二 挑洪泽湖下流 高家雁以西至青口 挖银水河四道 三 在黄河南岸茅城铺一带 修建潜水坝 可以助怀敌黄 加强黄河流速 四 堵塞目前黄淮一带 所有的缺口 五 深挖运河 堵塞清水潭等绝口 一通曹云 这五个工程是第一阶段 要同时进行 一刻都不能耽搁 水火无情啊 一处照顾不到 功亏一篑 同时开大功 济府啊 你这河道上要干什么呀 要修万里长城啊 所相说得很有道理啊 这就是水系的万里长城啊 那这个提法 很有价格嘛 继续 说说怎么保证功成 这个朝廷啊 年年难过 年年过啊 你们这一上来就开大功 甭说所相听着干颤 我这背后啊 都直冒凉气啊 确实是要开大功啊 钱粮浩瀚 所以要提前筹划 用钱之处不能耽搁 河道府的官员 薪资可以晚发几个月 可是大水部当然啊 要是户部耽搁了几天 那是会死人的 合着你河水犯案 倒是让我们户部 来背这黑锅是吗 背黑锅倒不至于 只是洪水迫在眉睫 我们还在这里争论 以前花了那么多钱 做的工程 功亏一篑啊 何苦啊 只要黄河安兰 多少钱都值 继续讲 请皇上允许河道招兵 招兵 招兵 你要跟谁打擂台啊 得有兵巡视河道 大堤修好了 有些老百姓把房子 建在大堤上 这个绝对不行 可手里没兵 总不能天天到县太爷 衙门里打官司 还有一些人 偷偷地 在黄河两岸 挖出一条新河 去灌溉自己的农田 好好的大坝 挖得全是窟窿 大水一来什么都没了 没有兵巡逻能行吗 皇上 人犬 财犬 兵犬 这就是保证河道工程的 三项措施 朕现在好像债主子 上门一样啊 请皇上定夺 说说看 你们还想要什么 要招六个营的河兵 奴才算了 确实需要这么多人 各省的河兵 归各省的河道府 直属管理 要正常拨发军费 还需要二百九十六艘 挖沙船 每修保护大地 输进河道 第一项工程款 需要两百四十一万八千两 需要人钉 每项工程约十二万人 每天河道上有十二万劳工 同时开工才刚刚够用 皇上 他 他 这个 这 这 这 那 玉大人 你还有什么不同的见解 一块儿说了吧 我想再多听一听 也没什么可听的 这些都是我们反复推演的 还请皇上斟主 那 我也再听听吧 你们谁还有意见 赶紧提 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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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安 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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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韩妮 你也不搭理我 怎么了 不认识了 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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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奴才不知 这是朕在登基的时候写下的 也是朕一生当中 想要办成的三件大事 朕贴在这里 每天早上醒来 朕就能够看见 提醒自己 一日不敢忘 三番曹运 何物 离开 奴才今天才见到皇上真容 皇上偎国为民 奴才赶配万分 把你叫来 是要让你和陈皇 把黄河治清 五十年一百年的清下去 朕给你们起紫光阁 会行蹄诗 流芳千古 要让朕的后人 和将来的文武百官 都羡慕不已 垂涎三尺 这是奴才毕生所愿 鞠躬尽催 死而后已 那日大雨中神匿 朕就感觉 你是一个可以托付之人 降伤法 不要 说 superior 马上 乔 荣誓 洋 后 alive 刚才 大家 was 苹 arrow 思 VER 天忆 天忆啊 咱们可算是赶上好时候 徐兄呢 你前阵子当了破盖不知所踪 我呢 就在这京师摆了半年的地摊 可人家倒好 抱着所额图的大腿 只顾自己 不管兄弟死活 说起来咱们三个 各有遭遇 真像是做了一场梦啊 要我看啊 咱们仨就像这抬轿子人 你呢 走在最前面 扬眉吐气 紧跟着后边的徐先学 是不敢放屁的 怎么说 他敢得罪谁啊 放个臭屁熏到了 教乡中的贵人 那你呢 我呀 就是这最后一个 昏天黑地 怎么说 你想啊 最后一个嘛 他得多走二弟弟 来 好 来 高笑回来了 陈先生也来了 给您请安 你这狗头连陈先生也认的 怕是长了六只耳朵吧 如今谁不知道啊 今天 陈先生您 雄遍金鸾殿 这整个京师九城都轰动了 奴才就算没长这耳朵 也一定听得见 徐兄 给高相请安 等等 咱们天一兄啊 身得恩宠 今日一变名震京城 你给我请安 请着哪个家呢 听他胡说八道 大哥一向可好啊 好好好 天一啊 大哥给您请安 给大哥请安 天一大财 大哥恭喜你 大哥身体好 惨愧惨愧 不敢当 大哥万事如意 天一 你可你 天一身体还行啊 你们俩有完没完啊 煮菜来了 看好了 知道这是什么吗 搞什么古怪 这我们俩猜得出来 这个啊 是我当时在破庙里摆摊的时候 学的少计 叫叫华鸡 先是把鸡呀洗干净 肠子肚子都掏出来 再拿这个葱姜蒜 各种调味料给它腌制好 最后裹上荷叶 再裹上一层黄泥 搁在火上烧制而成 尝尝 有此好菜 怎么能无师呢 咱们连句啊 我第一句 生也齐名啾啾 死也齐无藏埋 以我之父作耳观彩 够 吾哀哉 拿酱油来 喂 喂 喂 天忆啊 皇上要制和 以证你的大才 可你还是个不一啊 这到底是个什么章程啊 行了 行了 酱油 酱油 皇上 皇上 奴才这一路走来了 发现黄河滩地上 很多老百姓在盖房 耕地 甚至有人在大堤上种果树 这些人必须得潜移 否则谈不上整治河道 第一步五象工程 疏通青江谱 家骨高家雁 运河清淤 海洪泽湖饮河 修筑捡水坝 第一步工程完成需要多长时间 五年 三年怎么样 奴才免利为之吧 钱呢 每年需要五百万两银子 大清每年岁入两千五百万两 现在又还在打仗 早就已经捉惊见肘了 一年五百万 拿不出来啊 老百姓从明末打到现在 大累了 我看三番很快就能够平定 皇上还是多拿出点银子来 治河吧 所以朕才下了这么大的决心 要治理黄河 来 这账啊 谢皇上 正看还要再打二十年 黄河修不好 老百姓得不着实惠 早晚要返 曹运不通 军粮运不上去 这打仗的事提也别提 咱们俩现在都很难 你好歹要体谅朕 这 奴才仔细推算过 这头一年啊 主要拆迁旧河道边上的住户 朝廷要是不拿出点银子作为补偿 这条案恐怕是民怨沸腾 这件事情很难办下去 请皇上三思 朕已经替你算好了 每年两百五十万两 等到平三番之后 增至三百万两到三百五十万两 朕已经很难了 不许再讨价还价 喳 请皇上把人事权和财政权交给奴才 你不知道啊 会刚开完就有大臣 说你们想要令设朝廷 这是千古未有的事啊 朕是担心将来要是百官弹劾 朕会保不住你啊 只要黄河水清 奴才无所畏惧 奴才为官多年 真正的清官不多 真正的贪官也不多 大多数都是碌碌无为 但是得看什么人带领他们 若是没有人事权和财政权支配 这些人很容易误事 甚至不担责任 这也是官场上的惯例 每天十二万人 在你手底下干活 这就好像 是出征打仗的大将啊 手上没有自主权 这肯定是不行的 行 那朕就依了你 谢皇上 梁九公 奴才在 来 这是密奏匣子 所奏之事呢 只有朕一个人看到 不会发到公钞上 你想奏什么都可以 不赏也不会加罪 你每半年给朕奏一次 喳 还有 来 坐 谢皇上 还有个事啊 这个陈皇啊 朕想给他封个官 将来办起事情里也方便些 但是你也知道 他这个人啊 一点规矩都没有 在朕的面前 老是你呀 我的 朕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 天一这个人是有那么点 不合乎规矩 你说朕要是给他个官座吧 朕又担心了 像他这样的人 早上给他一个官座 不到天黑 肯定就把所有的人 都得罪了个遍 那朕要是这样 就什么都甭干了 天天跟在他后面 给人擦屁股 你说该怎么办 皇上 奴才遇见啊 天一这人哪 心性好手 毫无心机 让他做官守那些规矩 那也是约束他 不如让他在河道府 做一个幕僚 给他些事情做 惹了祸 得罪了人 奴才替他挡着 要真实立了功 您再赏他做官 那别人说不出什么来 您看这样妥当吧 行 那就这么定了 朕决议任命晋府 以原官任河道总督 祖建河兵提督军务 加兵部尚书督察院 又督察御史职 所有河道官员 由晋府重新挑选记名 报到吏部 重新任命 护部每年拨两百五十万两白银 年底由河道总督府奏销 谢皇上 皇上 晋府以罪臣之身一跃成为河都 如此重用更古未有 此力一破 奴才怕小人有幸尽之心 请皇上收回成命 也给他留点余地 晋府 你起来吧 谢皇上 来 谢谢 一遍 此位 有此爱 如果吴责 王就能玩 他有此理 来 都不准儿 这几个小三大 竟然还清楚 所以我便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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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人 可算回来了 我爹又在屋里打上擂台了 现在四个县的县令全来了 要联合京官写状子呢 他们爱民嘛 平时欺负老百姓不说话 这可到了庄清官的城市 走 事关我一线百姓生死大事 实在是不得不为民请命 郑大人 大手笔啊 几百年没人动的村庄 一下就改和道了 靳总和 你也是朝廷命官 读书人出身 那些小老百姓也就算了 可是你让那些千玺中的士绅 官眷 成居此地的读书世家 怎么办 这些你都想过吗 我丝毫没有轻视 读书人的意思 何况这天下 兴亡匹夫佑泽 治水是皇上钦定的 那读书人 更应该做出表率 一句话 一视同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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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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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